第十二章 第十二节 所以朱天和住在其中的 你们都快乐吧 只是地与海又和了 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 就气愤愤的吓到你们那里去了 所以刚才说到我们要作这个选择 我们今天就要作这个有质素的选择 但是如果在整个月我所分享的 当我们被提的时候 是全世界最多人转会的时间 但是这些人转会究竟是生蛇蛋 结蜘蛛网 还是结出他们的异果呢 他们由一个被提不到的教会 转到一个被提到的教导的时候 他们会不会仇恨以前的教会 都是你的 我相信他们会极之多这些美好的回忆 如果当日我回了日华的教会就好了 如果当日我不让你去慫恿 教我忘恩负义就好了 当日人们只是对我们施过一百次恩 十年的恩 只是做错一件事 说错一句话 再被你挑拨离间 我竟然离开了一个 这么好的教会 去忘恩负义 背负了一个帮我的恩师 很多人会互相倾责 互相追究责任 互相去赖这些赖那些 他们是转会 但是他们又恨这些曾经使他离开的人 恨他那些使他跌倒的人 恨他那些以前转会的时候 又迎接他又呵护他的人 恨那些教他一些他喜欢听的 这些使他不夭折的信息 但是不用他成长的信息的人 明白吗 很多人都会把这些责任 推给别人 对不对 但是我想你知道 就算你成长当中 你不懂得去记回你自己 做个决定你自己的过错 让你能够更正 起码你在人生当中 记回一些甜蜜味的回忆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今天你要这样做 而事实上到时 我们被提之后 这一帮留下的那帮人 他们都要这样做 如果不是的话 更加有一帮人 在那个转会过程当中 导致他们更加铁定 一定会落地狱 人生就已经在 错过被提的光景当中 已经进入一个 三年半的大灾难 已经是地狱一样可怕 但是他们会使得 他们人生当中 不只欲身受苦 他们精神上 都有无限的悔究 你记住神要我们悔改是好 因为悔改不是不做任何事 悔改就是说 你知道自己做错 现在做一些对的事 既然当初忘恩负义的话 为什么不记回 现在少少人家向你施过的恩呢 如果你不能够记回 人家现在向你少少的施过的恩 将来你都没有这样的机能 能够记回 当日被提的 这个石安教会 对你施过无限的恩 你知不知道 但是同样就是说 我所说的这个的锻炼 对于很多人来说 你记住很多人来说 不是一个念恩的人 就是他根本不是一个 这样的圣情的人 不是一个这样的品质的人 我们知道这个真理 但是你记住 每一个真理 要我们走的话 是让我们由行义变成义人 就等于我们每一个人 天生不是爱人如己 也不是爱 尽心尽性 尽以尽力去爱神 这个是一个真理 不是等于我们听过之后 我们就能够做到 但是很多骄傲的人 就以为 经常都以为是这样 他听过 你说些新的给我听 再说些新的给我听 他以为你听过就做到 我们听过怎样行义 不是等于我们已经是个义人 我们听过这个真理 我们就要去做 并且由小做起 而做到我们成为一个这样的人 才可以 就好像念恩一样 就好像美好回忆一样 不是我们听过有这个教导 那我就是这样的人 但我发觉很多人他回到你这间教会 当他跌倒的时候 发觉所有真理都完全是装甲的 并且不走的 因为为什么 原来在留在我们的地方的时候 他就装甲 离开的时候 全部这些东西就爆出来了 见他们的私生活 见他们转了教会的话 所有他的道德内涵都变成了 原因就如我所说 很多人去误解了我们听过一个真理 我们就是那样东西了 但其实不是的 实不是看你听过多少个真理 而去给你奖上来 是你走过多少个真理 而给你奖上来 神不是要阿伯拉罕听过 献他的儿子的这个真理呢 那行了 你有献过了 不是呀 神不是要去听这个真理 神要去直接自己做 而实际上 在摩利亚山上 就走出这个这么特别的 主耶稣钉十字架这个活剧 而也是将来圣殿建立的这个山上 这件事给我们看到的一件事 就是神整个时代计划 不是建立在我们所听过的真理上面 神整个时代计划 是建立在我们走的真理上面 主耶稣来到这个地上 不是说要羊会牺牲牵制就算 不是呀 他自己钉在十字架上面 所以我们听了很多的真理 我们要建立美好回忆 我们要念恩 我们会懂得去尊重我们的师父 我们人生当中不断寻找我们的师父 并且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这种我所说给你听 就是我们天生不是有这样的性格 而记住 当有一天人来得罪你 我们被跌倒的时候 究竟你剩下多少份的信仰 有些人被人叛倒之后 他已经变成型 我说那些就是有犯奸人 又说谎 又要回来要败坏教会 什么都做齐 竟然有这些人 我们教会当中不止一个 就是他们是因为犯奸人而跌倒 然后反过来说我不是犯奸人而跌倒 是因为这间教会有问题 其实我没有犯奸人的 这间教会有问题 所以我回到其他教会 你们跟我一起走 跟我和这班人 我已经加入了这班人 我已经回到了琴秀教会 大家一起过来 我说不止一个人是这样做的 他当别人是傻的 他当别人都不知道他已经有 太太 他不知道别人 已经过去都知道他在犯奸人 他以为这样说谎 在他自己和他一起走的那班人当中 炸 炸不知 他以为他这样说给我们 我们又会炸不知 有些人是这样完全变了 为什么 原因就是他留在这里的时候 他在这间教会的时候 他听这些真理 但是从来没有走过 他不是借着行真理使得自己由行义 变成的义人 因为我想你知道 原来当我们由行真理使得我们 变成一个义人的话 行义使得我们变成一个义人 其实我们是很难跌倒的 你越行越多真理的话 你直接变成了另一个人 你自然的思想是会倾向善的 你的思想自然会是积极的 记住我们开始未必是这样的人的时候 我们会有消极的思想浮现 我们会容易愤怒 我们会有很多这些东西 我们会一笑自知 但是问题如果你真的想你信仰成长的话 你真的要切切的对付 你切切的戒掉 切切的把真理走出来 就像我今天所说的这篇讯息所说 你要作出一个有质素的决定 从今天起 你要使得你自己充满一个积极的思想 记住曾经消极的思想 怎么破坏你的 现在 你用回积极的思想做同样东西 如果你发觉你不能够做得回 消极思想给你的破坏 相反的东西的话 换句话说 用回积极思想 见同样的破坏地方 给你建设 建设一下 如果你消极的思想 曾经使得你苦毒的话 让积极思想使你念恩 如果消极思想使得你浪费现在的时间 让积极思想使得你能够使得现在 你的人生的时间有意义 如果你的消极思想使得你瘫痪了 使得你根本完全不懂得面对现实生活的话 让积极思想使得你能够在面对现实生活当中 能够折折胜利 我是在说这一样东西 你用这样的程度 去建立你积极思想 其实你是很难跌倒 就算你跌倒了 你也会爬起 为什么 因为你就算跌倒了 你还有一大堆 行走的真理 你是不会放下的 你仍然 你或者在道德上跌倒 但你仍然是一个温柔的人 是一个诚实的人 是一个善良的人 是一个行义的人 就像大卫这样 你见不见 大卫在道德上跌倒 但是他不会去杀先知 跟着全国家一起去摆巴历 他不是像素罗的一个人 他是一个行义的人 又是一个行义的人 跌倒的话 他们走的经历道路 都不同 启述第十二章 第十二节 所以诸天和 住在其冲的 你们都快乐吧 只是地与海又和了 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 就稀粉粉下到你们那里去了 我愿顺服 主真理话愿 每日言道 等既便靠意 即使又还变 心坚决定意 潜力沉着主的旨意 我愿行愿 我愿行愿 将真理实质 说话行事 坚安着我主的心意 心思更新改变 这决定不会当意 顺服主的旨意 顺服主的话愿 我心要立志 尽我心行全公愿 神话愿 行够信实 我心靠意 顺服主的话愿 今生也乐意 愿每天行全主分线 持定以后 从今以后 将照着 以致 为身立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